王秋四大赛中 美王始于1881年 是历史第二悠久的大满冠 只是明明比温不顿完成力 举办次数却是最多 相信不少球迷都有疑问 而这也是美王的特别之处 因为他可是唯一一项 从来没有听办过的大满冠 纵观温网 澳网 法网 都曾经因为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听办多年 只有位于美国东岸的美王 没有受到战火牵连而听办 甚至去年新冠肺炎的肆虐之下 由于美王接近年底 才举行恰好躲过疫情的高峰期 最后以不开放观众入场为前提 才得以继续举办 除此之外 美王也是唯一拥有完整热身赛的大满冠 从250分级的亚特兰大公开赛 史丹佛女王赛 以及温斯顿赛任务公开赛 再到500分级的华盛顿大师赛 最后是1000分级的罗杰斯杯 与星星纳提公开赛 美王带来的一系列赛 美式不但丰富且结构完整 奖金也是最高 对球迷而言 绝对是网球赛季最棒的首尾